谁言寸草心,抱得三春灰,母爱既是博大的,又是无私的。 在这篇文章当中,作者就通过细腻的笔触来回忆母亲关爱自己的一件小事, 而题目取为慈母情深,更可以看得出作者对母亲深深的敬意和无比的怀念之情。 首先,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,希望同学们能够掌握的知识点, 首先要掌握这节课的重点生字词,然后重点是要理解课文内容, 去体会母亲的词想与善良,以及我对母亲的感激热爱和崇敬之情。 那难点就是,我们通过体会课文当中的细节描写, 以及场景描写,来体会作者所蕴含的思想感情。 我们来看一下会写的深字,这个字读作词,词值的词也是告词的词。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意,压抑的意,抑郁的意。 那第三个字读作鹿,忙碌的鹿,鹿鹿无为的鹿,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。 词,辞值,意,压抑,鹿,忙碌。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调,调车的调。 那这个字读作噪,噪声的噪,也是过噪的噪。 第三个字读作几,山几的几,也是几倍的几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,调,调车,噪,噪声,几,山几。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净,净然的净,上面是一个立,主词为净然。 这个字呢,是一个多音词,在这里读作军,军列的军,它也念作龟乎龟的龟。 在这里读作军列,这个字读作哇,表示语气词,是轻声。 左边是一个口,右边是两个土,主词为好哇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,净,净然,军,军列,哇,好哇。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忍,忍受的人。 上面是一个刀,然后再加一点,下面是一个心字底,主词为忍受,或者是坚忍。 第二个字读作酸,酸甜的酸,它是一个左右结构,主词为酸味,或者是酸甜。 接下来这个字呢,读作全,全力的全。 左边是一个木字糖,右边是一个又,主词为全力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三个字,忍,忍受,酸,酸味,全,全力。 我们来看一下需要认识的生字。 第一个字读作拓,第二个字读作腿,第三个字读作韧。 接下来这个字读作喝,这个字读作背,接下来这个字读作单,最后一个字读作都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这几个字。 破,腿,韧,贺,背,丹,兜,兜。 我们再来看两组多音字。 首先第一个字读作一声的时候是挣扎,读作四声的时候是挣钱。 那这个字乌龟。 还有它的另一个读音,读作军,军烈。 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挣扎,挣钱,乌龟,军烈。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读一遍课文。 看看作者是怎么描写母爱的,以及她是怎样表达对母亲的感激之情的。 上来作者就说了,我一直想买一本长篇小说,青年尽未君,书价一元多。 我一直想买,那就是说我有这个想法已经很久了。 在这里交代了事情的起因,为我向母亲要钱做了一个铺垫。 一元多钱,在我们今天看来,一元多已经很少很少了,但是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。 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,我也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。 但我想有一本青年尽未君,想得整天失魂落魄。 首先我们来看这第一小段。 母亲还从来没有一次给过我这么多钱,我也从来没有向母亲一次要过这么多钱。 从这两句话当中,可以从侧面来证明这是一笔巨款。 我们来看一下失魂落魄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? 它就是形容极度惊慌心神不宁的样子。 在这里呢,只我想有一本书,想得都入迷了,所以用失魂落魄这个词形容贴切。 我从同学家的收音机里,听到过几次青年尽未君的连续广播。 那时,我家的破收音机已经卖了,被我和弟弟妹妹们吃进了肚子里。 我们可以看得出,当时我非常渴望想要读书。 而且,从同学家里听到了这个青年尽未君的连续广播。 但是呢,我家的生活是非常拮据的,为了吃饱,就把收音机卖掉了。 可以看得出,当时生活非常困难。 这就是前面第一部分,虽然我想买一本青年尽未君这个小说,整天,以至于想的整天都失魂落魄,但是一元多对于当时生活困难的我们来说是一笔巨款。 这就使我的愿望难以实现。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? 在自己对自己的怂恿之下,我来到母亲上班的地方,向母亲要钱。 母亲那一年被铁路工厂辞退了,为了每月27元的收入,又在一个加工棉胶鞋帮的街道小厂上班。 所以呢,我终于忍不住,经历了反反复复的挣扎,还是决定向母亲要钱买书。 那是我第一次到母亲为我们挣钱的那个地方,空间非常低矮,低矮的使人感到压抑。 不足200平米的厂房,似必潮湿颓败。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一行行排列着,七八十个都不算年轻的女人忙碌在自己的缝纫机旁。 因为光线阴暗,每个女人的头上方都吊着一支灯泡,正是酷暑言下,窗不能开。 七八十个女人的身体和七八十支灯泡所散发的热量,使我感到犹如身在蒸笼。 我们可以看得出,母亲工作的环境非常的恶劣,突出了母亲,在这里挣钱非常的不容易。 我呆呆地将那些女人扫视一遍,却发现不了我的母亲。 七八十台破缝纫机发出的噪声,震耳欲聋。 你找谁? 你个老头对我大声嚷。 找我妈? 你妈是谁? 我大声说出了母亲的名字。 那儿,老头朝最里边的一个角落一指。 我穿过一排排缝纫机,走到那个角落,看见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着头凑到缝纫机板上,周围几只灯泡烤着我的脸。 可以看得出,母亲是非常瘦弱的,一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已经弯曲了,而且正在缝纫机上干活,已经凑到了缝纫机板上。 通过这个简单的外貌描写,看得出母亲在工作的那种姿态,写出了母亲工作的时候是非常的辛劳以及艰苦的。 说明,母亲为这个家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,不去辛劳,去到那样条件恶劣,工作又辛苦的环境下,去挣钱养家,可以看得出母亲为了这个家庭的巨大牺牲。 妈,妈,被指起来了,我的母亲,转过身来了,我的母亲,褐色的口罩上方,一对眼神疲惫的眼睛,吃惊地望着我,我的母亲的眼睛。 可以看得出,首先我们看得到,作者描写了母亲当时的外貌形象,她戴着一个褐色的口罩,褐色的口罩上方呢,有一双疲惫的眼睛,表现出母亲当时已经非常的辛苦。 作者又反反复复说,我的母亲,我的母亲,我的母亲的眼睛。 可以看得出,作者对母亲的这种环境恶劣的,工作的环境恶劣的程度,以及艰辛劳苦的程度,感到非常的意外和震惊,也表达了对母亲的同情,还有感动以及敬仰。 可以看得出,当时我心情是多么的复杂,甚至是酸涩。 既看到了母亲那种辛苦劳作的环境,又看到了母亲那种疲惫的样子。 所以我对母亲抱有同情,感动,惊讶等非常复杂的心情。 母亲大声问,你来干什么? 我,有事快说,别耽误妈干活。 我要钱,我本已不想说出要钱两字,可是竟说出来了。 要钱干什么? 买书。 多少钱? 一圆五脚就行。 母亲掏一刀,掏出一卷,揉到皱巴巴的毛票,用军烈的手指数着。 母亲掏一刀,掏出一卷,揉到皱巴巴的毛票。 两个掏字呢,说明母亲听到我买书,她是毫不迟疑的。 其次的母亲对我想要书的肯定,母亲是支持我读书的。 又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,一卷揉到皱皱的毛票,用军烈的手指数着。 可以看得出,皱皱的毛票,说明母亲的钱挣来得不容易。 而且军烈的手指表现了母亲工作非常的艰辛,以至于自己的手已经军烈了。 旁边一个女人停止她缝纫机,向母亲探过深海。 大姐,别给,没你这么当妈的,供她们吃,供她们穿,供她们上学,还供她们看闲书啊。 接着又对我喊,你看你妈,这是在怎么挣钱? 你忍心朝你妈要钱买书啊。 在这里呢,又通过侧面描写,公有的话从侧面来反映出,母亲的劳动很辛苦,挣钱很不容易。 所以,才说出了这番话。 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里了,大声回答那个女人,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?我挺高兴,她爱看书的。 母亲把钱塞到我的手里,而且还说了这么一句话,通过动作语言的描写,表现出母亲对我读书的支持和理解。 也在这里刻画出通情达理的母亲形象。 母亲说完,立刻又坐了下去,立刻又弯曲了背,立刻又将头抚在缝纫机板上了,立刻又陷入了手脚并用的机械忙碌状态。 这四个立刻,可以看得出母亲工作非常的繁重,一刻都停不下来。 那一天,我第一次发现,母亲原来是那么瘦小,那一天,我第一次觉得自己长大了,应该是一个大人了。 我鼻子一酸,攥着钱跑了出去,那天,我用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厅水果罐头。 作者啊,鼻子一酸,攥着钱跑了出去,并用一元五角钱给母亲买了一个罐头。 可以说,我的确已经懂得母亲的辛苦,而且已经学会关心母亲了,知道母亲辛苦,就给母亲买了一厅水果罐头。 而这一切呢,原因是因为母亲对儿子那种五丝的爱,这一厅水果罐头也是对母亲爱的一种感恩,以及崇敬。 你这孩子,谁叫你给我买水果罐头的?不是,不是你说买书,妈才舍不得给你这么多钱呢? 那一天,母亲数落了我一顿,数落完,又给我凑足了买青年进卫军的钱。 我想,我没有权利用那钱再买任何别的东西,无论为我自己,还是为母亲。 母亲数落完我后,又给我凑够了钱来买书,表现了慈母情深。 这就是第二部分,写母亲给我钱买书。 就这样,我有了第一本长篇小说。 那在了解了课文之后,我们来做一下课后的议题。 首先第一个,判断对错。 失魂落魄的魄,读魄,还可以组词为魂魄,显然这个是对的。 军列的军,读作龟,不读军。 它是一个多音字,当组词为军列的时候读的军,而读龟的时候读乌龟。 所以在这里是要错的。 接下来我们做一下例题,指出下列句子所使用的描写方法。 第一句话,空间非常低矮,低矮的使人感到压抑。 不足200平米的厂房,四壁潮湿,颓败。 在这里运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方法呢? 很明显,在这里用了环境描写。 在这里的环境空间上,以及四壁上。 在这一句话当中,空间四壁等这些词语都是在描写环境。 第二句话,母亲掏衣兜,掏出一卷揉得皱皱的毛票。 要用军裂的手,用军裂的手指数着。 那这一句话,又使用了什么样的描写方法呢? 首先,我们可以看出,掏衣兜,掏出。 而且,还有数着,这里就是动作描写。 那总的来说,又是一个细节的描写。 所以运用了两种描写方法。 一个是动作描写,另一个是细节描写。 第三句,母亲却已将钱塞在我手里了。 大声回答那个女人,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? 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。 在这里呢,也运用了两个手法。 一个是动作描写,一个是语言描写。 将钱塞在我的手里。 这里,在这里这个动作,就是动作描写。 大声回答那个人,谁叫我们是当妈的呀? 我挺高兴她爱看书的。 这一句话又是语言描写。 那通过这篇文章呢,我们看得到作者通过 对母亲,以系列的描写来技术母亲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。 省吃俭用,支持和鼓励我读课外书。 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得出,人生是非常艰难的。 而我呢,对书,对学习又是非常的执着的。 从这个事件当中,我们既可以体会得到母爱的平凡和伟大, 也可以感受得到人生的艰难。 当然,我们从这篇课文当中也学到了一系列的描写手法, 包括肖像描写,语言,动作以及心理的描写。 最重要的是,我们能够深刻的体会得到慈母对孩子的深情, 以及我对母亲的感激之情。 好了,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,谢谢大家。 ,谢谢大家。